住家门口从地板到铁门甚至是机车全被泼红色油漆 一时间根本难以清洗 是谁故意报复泼漆 上午警方再次到受害住家周围寻找蛛丝马迹 城市议员参选人苏志荣 泼文痛斥这个社会怎么了 助理去协助处理事情隔天住家被泼漆 而前天5号议员李雨婷才因为帮选民载务协商 服务处遭倒车冲撞 名义代表为民服务却成了箭靶 凯旋艺是东西不见的 身为公司的部分就要去调查说东西哪边不见了 所以他之前有什么征照说来警告你或什么 没有 因为说真的我一直从事幕僚工作 所以都没有辅助台面上过 住家遭泼漆的许新助理表示 近期受理易得夜市的陈情案 处理土地陈珠泉的事宜 高度怀疑被报复 家的老人家听到声音然后起床 看到被泼漆 然后来过来我们拍手吧 当选民争取权益 议员成了协调角色 避免桥氏桥到自己陷入争议当中 安抚民众的这个情绪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民众的问题 我们身为公众人物真的是有点心惊胆战 所以还是希望警察局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民喉舌的名义代表 敲逝却惹祸上升 这样子的职业风险 谁都不愿意看到 TVBS新闻林战胜 吴中勋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